和大火对钢结构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。 猛烈的飞机撞击会导致石棉泡沫从钢结构上全部脱落, 这就好像几百扇逃生之门被同时关闭了。 历史频道报道说,由于防火措施不利,火焰侵入了大楼的各个楼层。 一旦防火材料脱落,火焰就会破坏毫无保护的钢结构。 如果钢结构失去保护的话,它的承重能力就会急速降低。 当温度达到摄氏594度时,钢结构就会失去一半的承重能力。 大楼内的温度可能达到了摄氏1370度。 纽约时报向我们报道了楼层托架当时所发生的情况。 随着温度上升,钢结构变得越来越软,就像甘草根一样,最终整个钢结构变软并开始塌落。 40年前,世贸中心使用的钢材曾经得到美国优利安全认证公司的认证。 这是一家世界著名的产品质量认证和公共安全监护机构。 我叫凯文·赖恩,以前是优利安全认证公司的经理。 五天前,我个政府科学家写了一封信, 行为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以2004年10月公布的报告情况。 结果因此遭到解雇。 我之所以写那封信,是因为我对报告中的许多严肃问题存在质疑。 这些疑问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9月。 当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来到我们未雨杀兵的现场。 他告诉我们所有员工说,世贸中心的钢材已经通过认证。 他说,大楼处理了这么久,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。 接下来的两年里,我做了很多研究。 发现了许多令人担心的事实, 包括他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来处理钢结构。 当时,为了保护公司的名义, 我以书面形式质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, 问他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,目的又是什么。 可他只是简单的回答说, 那些钢材的样本质量和测试表现都很好。 还说,我们公司的测试非常的准确。 随后,他要求我耐心一点, 等待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的结果报告。 我在2004年的10月看到了这份报告, 11月我给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写信, 要求他们进行解释。 我觉得,作为一名经理, 我有责任提出我的疑问。 不过其他人可能会不在乎, 1993年世贸大楼第一次爆炸成功, 双塔的防火措施得到了明显加强。 但是,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的报告中, 没有任何试验能证明波音767飞机的撞击, 会大量挣落防火材料。 所以,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理论。 事实上,可能根本不可能称其为理论, 而仅仅是一种模糊的陈述。 有的时候,政府公诸于众的东西不一定总是真实的。 往往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都会受到质疑, 那么912事件也不例外。 有人认为, 912事件是美国政府一手策划的行动, 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战争行动制造某种借口。 有关这一观点的真实性如何, 和我们无从考证, 而接下来一些令人一斗丛生的怪事将要浮出水面。 扭曲变形的钢材述说着一个简单的事实, 它们虽然弯曲变形, 可是并没有断裂。 我很难相信这东西居然还能弯曲, 看看这规格, 没有任何裂缝, 它弯曲了, 可是没有裂痕, 这需要好几千度的高温才能做到。 很显然, 张力面存在撕裂和弯曲线下, 可是没有任何裂痕。 看看这边的云铁, 融化的钢铁与混凝土的混合物。 建筑工程师以及所有与钢铁打交道的人都感觉很困惑, 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变形程度和损坏程度。 热量会导致钢铁膨胀, 大火会使钢材出现膨胀和弯曲。 但是这种情况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? 大楼下层的钢材在几千度的高温下开始融化, 考虑到金属具有导热性, 难道这些扭曲的残留物是钢结构传导的高热量造成的吗? 炸药同样可以引起钢材变形。 当炸药爆炸的时候, 气体会向外喷射, 这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导致钢柱变形。 倒塌产生了两种碎块, 一种是体积较大的扭曲的钢梁, 一种是近乎粉末状的物体。 我们在这儿没有看到一张桌子, 一张椅子, 一部电话或者电脑。 两座110层的大楼倒塌后, 却看不到一张桌椅, 一部电话。 我看到的最大的电话碎片, 只有小键盘的一半大, 大概就是这么大。 1886年, 四名金矿工人在一次地下爆破中丧生, 四个人的尸骨被装在一个桶里运回地面。 其中最大的一块尸骨, 只有脚的一部分。 911事件中, 有一千一百多具尸体, 仍旧下落不明。 救援人员在现场的钢结构里面发现了这个。 他们在密封前要往里面填充一些海盐之类的建筑材料, 或者放入一些啤酒罐或者是报纸。 我们就在和这个位置差不多的地方发现了纽约时报。 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秘密, 几十年后重现1969年的报纸, 这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。 不久之后, 我们也许会了解911事件的另一面。 我们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, 就是要寻找答案。 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世贸大楼内的所有物品, 但是一些无法在瞬间摧毁的东西, 究竟要如何处理呢? 据说, 商业银行和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和白银, 全都存放在大楼的下面。 这一储备属于诺瓦·科斯迪银行, 最终得以重建天日。 难道这就是全部, 又或者所有储备早已被提前撤出? 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不解之谜。 当最后一位幸存者威廉爬上楼梯救人时, 他还记得一件怪事。 当我到达33层的时候, 我好像听到里面传来一种很奇怪的声音。 当时34层是空着的, 里面没有任何墙体, 它正在施工。 里面空荡荡的, 什么都没有。 可是我却听到重型设备在移动的声音, 那听起来, 就好像带着金属轮子的垃圾箱在四处移动。 我当时吓了一跳, 因为这层楼是空的, 里面根本不可能有人。 当然, 电梯也不会在那停, 除非你有特殊钥匙, 才能打开34层的大门。 为了消除自己心里的疑惑, 我上上下下从那个楼层过了好几遍, 并试图打开34层的大门。 直觉告诉威廉, 不应该再被34层的怪事所困扰。 这件事确实让威廉忐忑不安, 不过他当天的表现却表现得相当勇敢。 他不顾消防员的劝阻, 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人的生命。 那么34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几周来斯科特发现, 他上面的98层也传出了奇怪的声音。 在911事件发生的4到6周之前, 我发现楼上好像是在装修, 98层原来的住户艾恩公司搬走了, 接下来那里就一直空着, 可是我发现上面有很多重型机械在作业, 像启动钻孔一样, 施工进行的动作很大, 甚至连楼板都在震动, 由此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厉害了。 我感觉好像有很重的物体在移动, 然后它好像被卸掉了轮子, 接着就听到了砰的一声, 我们脚下的楼层都开始晃动, 可见这东西有多重。 有一次出于好奇, 我打开门想看个究竟, 等我打开门时, 里面空空如也, 什么东西都没有, 真的很奇怪, 里面完全是空的, 甚至看不到垂挂在天花板上的线缆, 可是我敢肯定, 那里确实传出了很重的声音, 真的很奇怪, 什么都没有。 另外, 大楼在一周前出现过大量灰尘。 就在灾难发生的一周前, 我每天早上七点走进办公室的时候, 都能看到很多灰尘, 简直脏得不行, 我必须清扫才行, 比如, 包暖器的装饰盒, 还有窗檐上都积了厚厚的灰尘, 那场面简直就好像好久没打扫一样, 这些现象在911的一周前表现得非常明显, 那我们就不得不问, 这些灰尘是从哪来的呢? 斯科特只能亲自清理这些灰尘, 这些是水泥粉末吗? 世贸双塔的钢力柱构成了外部和内部两种构架, 大楼边缘是不是放置有其他物体呢? 比如有人在墙上钻孔来放置他们, 最后一周出现的大量灰尘又说明什么呢? 世贸中心内部到处都是闲置的办公室, 为了装修, 住户可以暂时搬到其他地方, 就像爱恩公司一样, 这样一来, 计划就可以顺利进行。 对于一些人来说, 这些奇怪的声音只是耳闻, 却没有目睹, 这是不是说明改造工程, 遍及整座大楼呢? 拉里在灾难发生的六周前, 开始接受世贸中心的管理工作, 而这也恰恰是这些怪事开始发生的时间。 因为9月11日当天休息, 斯科特得以幸免于难。 可是这名妇女就没有这么幸免, 她无声地向人们求助, 最终却成了911事件的祭品。 克里斯多福和其他100人被困在1号楼的第106层。 408小组, 火情在什么位置? 我们在世贸中心的106层, 这里有爆炸发生。 哪座楼? 1号还是2号? 1号楼。 明白了。 这里大约有100人。 好的, 不要离开, 大楼里现在有火情和爆炸, 你们最好待在原地别动, 好吗? 好的。 我老婆还以为我很安全呢, 我打电话跟她说, 我正准备离开大楼, 我没事, 可是突然崩了一声, 我们有三个人, 哦, 天哪! 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些人, 还有这个灾难深重的日子, 正像我们所说的, 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秘密。 有关世贸大厦倒塌原因的探索, 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, 您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, 假如说世贸中心没有倒塌, 它还能够修复吗?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, 因为大楼为钢结构, 等于说整个大楼受力都是非常均衡的, 只要其中一部分被破坏掉, 那么其他的结构就要产生变形, 即使当时看不出来, 慢慢的也会产生危险, 所以说即使世贸中心没有倒塌的话, 也要拆毁剩余的建筑, 才能够准备。